原标题《延洗功率》即将在日本播出 但据名是 英洛紫禁城燃烧的逆袭王妃 由于正担任总制片人的古装宫廷剧延洗功率 自开播以来就热度不减 不仅赚多了国内观众的眼球 在播外也同样有吸引力 据悉日本引进《延洗功率》 但据名被改成了 英洛紫禁城燃烧的逆袭王妃 该剧将于2019年2月18日起 每晚9点 在日本贫州卫星剧场播出两集 日本剧照网友评论说 新名字英洛紫禁城燃烧的逆袭王妃 虽然完美盖获了剧情 但是 过于中二的微博投票 如果是日本剧名 你还会想看《延洗功率》吗 大多数网友都表示 不想看图说微博投票截图一些网友 则从这个日本剧名出发 脑洞大开表示 如果由自己来改剧名 会改成这些 但是网友们对于《延洗功率》 日益版宣传片的评价 却比较一致配音很然 觉得很好听图说 网友对配音的评论 日本也进中国影视剧 并且改剧名早已不是第一次 比如《环珠格格》 改为《环珠基》图说 日本《环珠基》剧照《甄嬛传》 改为《宫廷争霸女》图说 日本《宫廷争霸女》剧照《狼牙榜》 改为《狼牙榜麒麟才子启风云》图说 日本《狼牙榜麒麟才子启风云》剧照 除了《古装剧》外 日本对于引进中国现代剧剧名的改编 也很具有其本国意味 比如《珊珊来了》 改为《中午十二点的灰姑娘》图说 日本《中午十二点的灰姑娘》剧照 微微一笑很清诚 改为了《灰姑娘在线》中图说 日本《灰姑娘在线》中剧照 亲爱的翻译官 改为了《我讨厌的翻译官》这份爱恋 用声音传递给你 图说《日本我讨厌的翻译官》这份爱恋 用声音传递给你 剧照此次《沿喜功略》的改名 也延续了日段改编中国影视剧剧名的传统 虽然国人不看好该剧名 但毕竟我们已经在它是《沿喜功略》的时候就看完了 来源观察者吧